好的我们这边来看狼队对着微博的第二局上半场 胡锦纯 鱼女 爱丽的鱼女 这套阵容我是比较看好的 我觉得这套阵容非常扎实 如果说上来爱丽刷点不好 这个局有机会能盘出一个私人开门战 你上来比如说你不可能抓傭兵 你要抓的是除傭兵以外的角色 那这边的话你抓并换并换有勾 能逃离你的水汽 你抓心理学家三刀 你抓戒指的话是最好的 但是除戒指以外 剩下的心理学家和病患 这两个人都需要一定的时间 爱丽这把的话应该带的是个闪现 应该带的是个闪现 他需要最好是去抓什么 我觉得最好除戒指以外的话 可能抓心理会更好一点 因为你如果说抓一个病患 你有闪现确实可以抓 但是花的时间有点久 然后优兵待会来救完人以后 心理就要给他一波移情 对吧 这个状态补完以后 优兵可以直接再救人的 那整个节奏对于群人来讲就比较舒服了 宝平真正的一个群人节奏 这边找到的娃娃 这娃娃 能不能抽一刀 抽到没能成功 这个娃娃 我觉得不好搞的呀 再打娃娃 这李宝这娃玩的有点溜啊 往前走 爱丽这边这边追娃很伤的 这个节奏花在娃娃身上已经40秒了吧 他这边是想要通过追娃把娃打了来爆点找鸡血石 但是我经常讲到这一点 我个人觉得就这个版本穷者修机节奏比较快的情况下 你花前期的时间去打一个娃娃 怎么利益都是亏 怎么利益都是亏 这边交闪现 一刀 然后这边直接回游 爱丽刚刚为什么迟迟不住这一刀 他在等技能cd 在等技能cd 一个冲刺封住 这个机倒倒还挺舒服的 为他们压住以后 应该一刀抽刀能带走了 但也不好说 刚才这边机械师的娃娃 对吧 可以 但已经三台机了 三台机了 机械师娃娃这边的话 可以稍微修一点 因为娃娃的放的位置 他要跑机子 然后娃娃身上能量不多了 可能修不了多了 要不这娃娃 过来扛个刀 看一下这娃娃在哪里 刚才是在船下放的 应该是去海滩边修了 已经修上了 修上的话 娃娃这个量可能能修他 应该修 能修差不多三分之一 也就是说这把 外面剩两个人 其实机子就娃娃不修 其实机子都够了 娃不修机子都够了 只要能卡半救下来 就是一个私人开门战的感觉 游兵能不能打一个双岛 能不能打个双岛 水气暴 水气暴 打一刀 救下来 戒尸 往前带 他是这边 其实戒尸这里的话 倒 因为当时游民往后了 他他也不能往后了 其实我觉得往后倒也可以 这边看他躺哪个位置吧 机械师还在牵制 薄命都结束了 爱丽这边打一刀 在机子其实够的情况下 我觉得佣兵来救 会比病患来救好一点 或者佣兵病患可以一起来救 机子如果够的话 病患这边回忆的病患已经过来了 最后来机子刚摸上 35% 差不多够了 差不多够 因为病患手里 还有没有薄命 有薄命 还有个薄命的 还有个薄命的 那这样的话机子是肯定够了 两个人和修吗 两个人和修 就是这边因为鱼女到二阶了 所以会出现个什么问题 就是万一水气什么的 冲一下 这个人有可能没救下来的 冲 好 好这边收 那要等 等 等 这 对吧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说 刚才其实无论如何 要么佣兵来救 要么就是让这边的佣兵和病患一起救 如果机子不够 就让病患 把这个薄命套出来就可以了 这边这样的一个安排 就有这样的一个风险 因为这个鱼女到二阶了 蛮亏的 这前期大好的局势 微博这两把前期都是一个大好的局面 然后 都是中间出现了一些些问题 这里 一刀好 人捞下来 病患手里两个 那这边抓 对于爱丽来讲 就是抓心理学家 对吧 不要抓这个病患 不要抓这个病患 别抓病患啊 抓病患 那求者感觉机会更多一点 肯定抓心理学家啊 这个时候肯定处理心理学家的 处理心理家 稳平 然后增生 因为他手里还有一个那个 底牌的 待会可以切传送 嗯 猫猫这边拉走 回忆这边贴 爱丽这边的话我也不急 反正我一定是水汽给你包了 不插刀将你带走 然后再来处理 这边是穷者 直接把面鸡点亮 猫猫这边一个翻 加速 伤害爆出来 传送吗 这个传送两个钩 呃 还好 佣斌这边是跑的是大门 佣斌如果跑小门 两个人都往小门走的话 这里 有没有机会能够跳个地交 还有一钩啊 还有一钩 这边冲 没冲到 没冲到 这一钩往哪里交 一钩飞 往一翻地交 没有 门开了 这边门开了 但是心理学的门还没有开 佣斌这里还要再拖一会儿 佣斌这边还能拖一会儿 其实门是开的 所以说佣斌这边的话 只是单纯的想拖一拖 给到队友开门的时间 不过佣斌也过不去 蛮可惜的嘛 这把穷者前期 机械师牵制的非常好 这个娃娃牵制了这么久 嗯 那波米救下来就很可惜了 然后他们中间还有一个节点 就是因为第一波6玩是三台机 呃 他最后修的是机械师娃娃那一台 修完三台机以后 变换的机子都修完了 那中间心理学家那波 在跑机子嘛 这个只能后面复盘来看了 感觉确实中间肯定出现了一些问题啊 那我们上次游戏来看双方的第二局下半场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